現在距離我手機是6米的距離 那這已經是我家客廳最長的長度了 現在是6米的距離我們使用Langogo mini的收益 好久不見我是利益 今天呢要來開箱一個蠻特別的手機指向麥克風 就是這一個Langogo mini 它長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Langogo的樣式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開箱吧 喔 裡面有一個麥克風 說明書還有一張紙卡 長這樣小小一個 還有附一個麥克風防風罩 這個Langogo mini整體的體積非常的小 想要隨身翻口袋也不會覺得有任何的負擔 它雖然做那麼小 但是在做工上是完全沒有縮水的 可以看到它的外觀是全金屬機身的 而且表面還做的磨砂工藝處理 就算加摸來摸去也不易沾指紋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最後兩邊是麥克風 然後這邊有一個Type-C的接口 它有Type-C接口也有Lighting接口的 所以不管你是蘋果手機還是安卓手機 都可以直接一插即用 就像這樣插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大家可以看它真的超小的 它甚至小到比我手機的寬度還要小 所以我們平常在錄音的時候 直接講話就可以收音了 那它這個麥克風的指向是新型指向 而且最遠的距離是可以到9米 這麼小的一台機器 它本身也有智能降噪的技術 可以自動顧慮掉空間的噪音或雜音 如果在講話聲音過高時 它也會自動收鍊來防止暴音 那如果講話聲音過低時 它也會自動增益 全部都只靠它就可以完成了 重點是它完全不需要接電 只需要這樣插上去 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來實際測試 看看這個收音的效果還有收音的遠距 看是不是真的9米都可以收到音 那等一下我的測試方式 會直接用手機錄音 還有跟裝上Lingogo mini的麥克風的收音 兩個做比較一下 看看它們的差別 好我們現在是用手機本身的收音來錄音 沒有裝這個Lingogo mini 那等一下來比較看看 跟有裝這個Lingogo mini 它們兩個的收音差別是多少 好我們現在是裝上這個Lingogo mini的收音麥克風 那這個距離呢 跟剛剛沒有裝上Lingogo mini的收音麥克風的距離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這兩個聲音差別 好現在距離我的手機是大概3米的距離 然後我現在沒有使用Lingogo mini的麥克風 麥克風正在我的手上 這個是直接用手機錄音的聲音 大家可以聽聽看 好現在一樣的距離呢 我們加裝了這個Lingogo mini的收音麥克風 基本上我講話的聲音呢 都跟剛剛是大小聲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一樣可以去比較看看 它們兩個之間的差別 現在距離我手機是6米的距離 那這已經是我家客廳最長的長度了 也沒辦法再登場了 現在是6米的距離我們使用Lingogo mini的收音 現在距離我手機是6米的距離 那這已經是我家客廳最長的長度了 也沒辦法再登場了 現在是6米的距離我們使用Lingogo mini的收音 我剛好快速的聽了一下 在一隻手的距離的情況下 其實手機本身內建的麥克風它的聲音也不錯 但是裝上這個Lingogo mini的時候 可以發現人聲是更明顯的 而且我覺得整體空間的回音稍微有變小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吧 我們現在是用手機本身的收音來錄音 我們現在是裝上這個Lingogo mini的收音麥克風 在3米距離的情況下 手機麥克風的收音其實已經變得非常小聲了 是還聽得到但就有點小聲 但在裝上Lingogo mini之後 可以發現它在人聲上是有維持一定的音量的 現在距離我的手機是大概3米的距離 現在一樣的距離我們家裝了這個Lingogo mini的收音麥克風 那到6米的距離就更誇張了 手機已經幾乎完全聽不到聲音了 但是Lingogo mini還是可以維持有人聲一定的聲音 所以就可以知道說它的收音距離真不是騙人的 是真的蠻厲害的 現在距離我手機是6米的距離 現在是6米的距離我們使用Lingogo mini的收音 那我剛剛看到它的說明書 我覺得它有一句話真的是說的太對了 它說這個Lingogo mini是專為人聲轉入而生的 因為它可以自動顧慮掉一些雜音噪音 可以讓人聲更清晰 大家從我剛剛測試比較的聲音 就可以發現人聲是真的變得更清晰了 最重要的是這個Lingogo mini 它是可以搭配專屬的app做使用 它就可以達到語音轉入的功能 那我簡單示範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先下載這個負債小卡裡面的app 基本上它就是會有三項功能 第一個就是導入音視頻 我可以把我的音頻導入進去 它會自動幫我編輯文字 再來就是快速錄音 它可以直接將我的聲音錄下來 然後直接轉寫 第三個就是論會議 雖然說最近疫情已經虛緩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是採用線上會議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論的線上會議 然後就可以實施的轉寫 所以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講話的過程中 它就會全部幫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們直接做一個快速錄音的這個功能 給大家看看好了 點開然後點這個快速錄音 好我們現在已經是快速錄音的這個模式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做這個測試 測試這個Langogo Mini加上這個Nota的這個程式 那它幫我實施轉寫的這個功能 我覺得是還蠻強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看說 它寫的有沒有正確 因為我現在是使用中文的辨識 所以如果我中文夾雜英文的時候 它就會沒辦法辨識出來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算一個小缺點 有一些字可能我講話會黏著 它就沒辦法辨識出來 比如說實施轉寫的時候 我可能講太快實施 它就會變實施的專線 我覺得以紀錄上來說 這個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它其實都還蠻快的 除了實施轉寫之外 我在錄製的過程中 它也是可以去做一個重點標記的 可能我對於這句話有疑問的時候 我就把它標記 疑問老闆或者是老師教授 講到一個重點 我就把它標記下來 有沒有它現在變紅色的 這個再把它標記 標記可能代板 這是一個代板事項 它這Note App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是它可以直接幫你的文字做翻譯 那我一樣示範給大家看 比如說 哈囉你好嗎 這會不會太簡單啦 或者是說我講一個比較難的 也不能太難我可能也不會 還是我現在就是這幾句 然後我就去做一個翻譯 好就這樣決定了 剛剛這邊有一個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啦 這邊它包括什麼什麼亞洲的太簡單了 我們去做一個簡單的編輯 這樣會不會 然後下面有一個 或者是說我講一個比較難的 也不能太難 我可能也不會 還是我現在就是這幾句 然後 我就去做一個翻譯好了 就這樣決定了 欸 下面這個 時事專階幾乎是百分之百 然後我們現在去做翻譯 右上角有一個三個點 然後點這個翻譯 選擇翻譯語言 你可以翻譯成英文、日文、中文等等 它好像是說有104國的語言 那我們去翻譯看看 翻譯的時候右上角這邊會有一個翻譯的圖示 正在翻譯 好第一句是 Hello How are you 然後 It won't be too easy 就這樣決定了 翻譯手底賽是可以的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英文也沒有很好啦 在音譯一些需要翻譯的情況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或者是說你可能需要記錄到一個 假英文的會議 然後需要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一樣你就把它實時專寫下來 然後翻譯成中文 這個APP它是本來就可以實時專寫的 那為什麼要推薦使用這個 Langogo Mini的麥克風的原因是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的 裝上這個麥克風之後 它可以讓人聲更清晰 人聲更清晰的情況下 在於轉寫的過程中 辨識度就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Langogo Mini 它很適合記者 因為真的非常的小 隨時從口袋拿出來 就可以實時的記錄這樣 甚至是學生 你可以記錄下教授講的課 你有哪邊聽不懂的 你就回去翻這個錄音 甚至是你很常需要會議記錄的人 這個Langogo Mini都超級適合的 我個人覺得算是一個蠻值得推薦的產品 在於做工上 甚至收音什麼的都算是還蠻不錯的 價格上也沒有到太貴啦 總之就推薦給大家